没想到吧 海绵宝宝章鱼歌派大新 成立了比奇宝乐团 已经用唱歌吸引了50多万粉丝 这个账号的每一条视频 都称得上是爆款 画面酷炫 趣味感十足 翻唱的还都是热门歌曲 看我啊 不得随手点个赞 实际上现在相关的 AI翻唱软件层出不穷 今天的视频呢 我就想对比一下 最火的5款AI翻唱软件 帮你找出最适合的那一款 好 废话不多说 我们直接开始吧 如果你对AI打造副业感兴趣 不要忘记去我的频道哦 那里有更多的AI项目和你分享 这款相对来说 我认为是5款软件对比下来 整体效果和性价比最高的 这是它的主意 这些呢就是现有的声音模型 都给你罗列了出来 几乎啊 具备所有一线流行歌手 明星的AI语音模型 只要你能想到的 几乎都能找到 而且还包括了一些 动漫IP角色的AI语音模型 我们在用之前要先看看它的免费额度和付费标准 免得得坏的直接做完了才发现要付钱 那就很尴尬了 首先啊 MusicFi这款软件和之后几款软件的差异点之一 就是可以上传自己的人生进行训练 创建与自己声音相似的AI声音模型 并用它去创作音乐 用大白话说就是用你的声音去唱任何别的歌 那这样的话呢就能比较好的 规避版权方面的问题 但是这个功能是只有付费用户才可以用的 然后就是翻唱功能 免费版呢每天可以生成15次 而其他付费版都是无限生成 同时啊MusicFi还可以文声音乐 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开始操作了 先点击这里的convert voice 然后在这里选择一个声音 它这里要声音模型是没有选择限制的 所以你都可以选择玩玩 但由于后面有软件有限制 我为了效果对比更加明显 所以呢我这里会选择Travis的声音 在下面选择需要翻唱的歌 你可以上传或录制音频 也可以复制YouTube的链接 比如我就用Justin Bieber的这首sorry 复制YouTube链接到这 然后generate即可 在下方还有其他的选项 比如你可以去除背景音乐 或者是和声等等 不过它这个交互我觉得挺奇怪的 我发现不点选才是去除背景音乐 所以呢我一开始就没有选上 结果啊出来的就是纯人声的效果 非常灾难 我差点直接放弃这款软件了 那直到我把背景音乐选上了 整个感觉就是完全不一样了 效果真的是好很多 所以啊我一般推荐大家要点选上这里 那全部操作好以后呢 generate即可 我觉得啊声音速度也是非常快的 我就是起身倒了一杯水 就生成好了 最终的结果呢都会显示在右边这里 我们可以免费下载它 因为版权问题最终生成的音频效果 我都统一放在了置顶评论的视频链接里 大家有需要的话呢可以听一听参考 那musicfy整体使用下来 无论是生成速度成功率和适用额度都非常高 而且效果也不错是可以好好玩一玩的 所以整体我自己是比较喜欢这一款的 放在第一个推荐给大家 这款软件和musicfy非常相似 这是它的主页还是比较简洁的 一进去就是把它有的模型都给裸列出来 也是有很多流行歌手和知名IP的声音模型 我们还是先看看它的付费标准 首先免费用户只能用指定的三种声音 可以翻唱三次 然后只能个人使用 并且音乐无法被下载 那如果是升级的版本 无论是可供选择的声音 还是生成的次数 能否被商用和下载 所有限制都放开了很多了 那我用乞丐版 也就是免费版给大家演示看看 因为我只能用指定的三种声音嘛 我就用Travis和之前保持一样 在rap这个分类里呢 就可以找到它 或者也可以直接搜索 找到声音以后呢 选择它 在这里我们有三种选项 voice to voice 也就是一段音频 可以转化为它的声音 text to voice 也就是用它的声音读一段文字 而我们这次要用到的是cover song 也就是翻唱歌曲 操作非常简单 你只需上传或录制一段音频 或者也可以直接复制YouTube上歌的链接 然后generate即可 基本上一分钟左右 它就能帮我进行人声转化 生成好翻唱的歌曲 成片效果呢 大家依然可以在置顶评论的视频链接里面看到 整体使用下来呢 这款软件的优势是效果的确还不错 和music file呢 是不相上下的 生成速度也很快 但缺点是在于它的适用限制实在是太多了 既不能选择全部的声音 还只能生成三次 那如果说你真的要做那种翻唱类的账号的话呢 还是得付费购买它的会员 那除此外 我觉得有一个小缺点就在于 我之前生成的作品如果没有及时下载 我后面就没有办法再找到了 我当时找了非常久 不知道是不是我眼拙真的是没有找到 如果大家发现这样的一个生成记录的页面是在哪里的话 一定要记得评论去告诉我 这款软件呢也是和之前两款差不多 有许多著名的流行歌手 AI语音模型 也有动漫IP语音模型 然后我们依然看付费模式啊 首先免费版它标注会赠送2000个credits 但不知道为什么我注册的时候只有1000个 我测试了一下 我生成45秒的歌曲片段呢 是需要200个credits 生成一整首歌需要800个 所以1000个credits最多也就是翻唱5首歌左右 当然你也可以买它的这个付费版本 10美元一个月 它有个蛮特别的就是可以直接买积分 九刀买5万个 我觉得也是蛮划算的 如果你一个月内的使用频率不高 这个方案反而更好 那从功能和交互上来说呢 和上个产品是差不多的 选择一个声音 然后上传或录制音频 或复制YouTube链接生成即可 那这款产品的性价比呢 我个人认为是介于上面两款产品之中的 就是生成质量居中 适用额度也居中 Kiss AI就和之前的三款产品有一些不一样了 它里面的声音模型啊 基本都是音乐家授权或者无需版权的语音库的AI声音 所以啊在版权方面是可以放心的 不过呢因为没有知名歌手这一些 所以如果你想要做某个具体IP翻唱的歌曲 可能就会有一些难度了 那它的操作和之前的几款产品是大差不差 基本都是选择一个声音 上传音频 录音或复制音频的地址就可以翻唱 不过Kiss AI的区别在于 它还可以训练声音 或将不同的声音混合成一个新的声音 除此以外呢 还包括对声音的一些调整等 适合啊对音乐编辑有更高级需求的小伙伴 那整体来说呢Kiss AI收费还算良心 给新用户提供三次语音混合生成次数 最低收费是9.99美金 那如果说你只是做AI翻唱的账号的话呢 也是基本够用了 最后一款呢 它的整体功能也是类似的 拥有上百种人声模型 包括动漫日韩明星欧美流行歌手等等 但是它的最大缺点就是 新用户完全没有免费的体验积分 如果你想要知道效果 必须要购买它最低1.99美元的会员 虽然也不是很贵 但是没有免费体验就要付费 这个呢对新用户来说 我认为还是不够友好的 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 也可以购买一下会员试试看 那再说明一下由于版权问题 这些平台生成的音乐效果呢 我都已经放在置顶评论的视频链接里了 我还是非常建议大家去看一看去听一听的 这样呢你对不同平台的这个效果啊 也有更明显的感知 同时关于版权和能否商用的问题 我也再说明一下 虽然这些平台呢都是宣称使用 纯净的素材进行训练的 但是毕竟这些都是流行歌手的声音模型 直接用这些模型去进行AI翻唱呢 可能会存在法律风险 所以啊如果你使用AI翻唱生成的音乐 建议大家标注此作品为AI创作 否则呢可能会涉及到清权的风险 至于能否商用 MusicFi是Pro版本及以上 Lalos的所有付费版本都说明可以商用的 而另外三款软件呢都没有特别的说明 最后我把五款产品的一些对比情况 整理成为了一张表格 大家也可以参考 不过注意里面关于效果的评判 完全是我个人主观的判断 大家如果用过或者经过我的推荐区 用了这些软件 也完全可以在评论区里分享自己的感受哦 实际上在AI时代下很多人都会问 我的工作会不会被AI所替代 而我认为呢未来取代你的不是AI 而是那些会用AI工具的人 如果你想抓住这个给予 为自己的人生开拓更多的可能性 那希望我提供的AI商业实战攻略 可以给你一些新的思路 在里面我不仅分享了AI工具的使用方式 还有AI如何替你减轻工作量 如何帮你打造个人的IP等等 感兴趣的话呢 可以点击视频下方的说明栏链接 查看课程 还有三节免费试听课 千万不要错过了 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的话 不要忘记给我点赞 关注并开启小铃铛 这将鼓励我制作更多优质的视频 我是木子 带你一起用AI改变生活 赚被动收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